欢迎回来的频道 继上一次这样讲这个节目 竟然也有点回响 虽然不是说很多 还有网友就PM我 就说想继续讲 那我试试继续讲一下 今集想讲讲教育 三地的教育 首先我想讲讲讲强国教育 话说我认识了一个傅家公子 其实不是傅家公子 他是官二代 其实大家都知道 做官二代就一定是傅家的 这位傅家公子和我也有点渊怨 大家也挺好谈的 大家不讲意识形态 其实也讲得挺开心 也请过他的家作客 当时他的孩子 仍然是一个手保 没有那么大 我还送了些礼给他 我还记得 说回这个BB 现在是长大成人 其实不止的 他还有一个妹妹 两个一起 这两夫妇 其实我两个都认识的 而他两个是在外国 应该没记错 是澳洲读书回来的 我都觉得他们相对来说 是开明一点的 不是那么八股 也不会那么红 那类的 但可能因为我没有跟他说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 一直来说 我都 也无谓去挖 因为其实如果挖了 发觉原来大家的思想 或者价值观都挺南言不切 其实也挺痛苦的 人生是不是 原来认识了这么多人 好像现在大家周遭身边香港 好像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 发觉原来他 开口蟑螂 埋口蟑螂 开口美帝 埋口美帝 给钱你游行 其实你听起来挺不开心 明知不是那些东西 他还要告诉自己相信 所以我都不去追查他们的意识形态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话说有一次 看回他们生活的一些分享点滴 在朋友圈那里 我看见 令我非常震惊 因为我一向以为他的子女 在读国际学校 其实他读国际学校 我真的没有考究 但是反正 如果父母在外国不二回来 竟然容许他的子女 拍这些照片 我也觉得很惊讶 幅照片是什么呢 幅照片就是 话说他们在幼稚园 还是小学那里 就参与一些话剧的类型 而画剧内容 我看到很明显地 有他的儿子穿了一些红装 但应该知道什么是红装 是蓝色那些 然后戴月顶帽 然后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是拿着手枪 然后指着一个类似地主 或者美帝那些 其实是做过一些类似 总之那类戏 红剧 我真的非常非常替他担心 如果一个小孩 从小到大 这样去灌输一些仇恨教育的话 其实我也很担心 现在他里面的教育 因为我这个朋友 应该不会出手低的 人家住在外滩 即是浦东 一些最贵的地区的地段 那我上了家里 一百多方 即是千多尺两公婆 应该来说是一些 中产以上的生活 再加上他家里的背景 他应该是不受钱的 所以应该他读的学校 就不是一般小普通学校 所以呢 也都是一些 就是告诉你 就算你有多有钱 在上高读书的话 你都会得到这种教育 那 那 说回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个人的观感 很恐怖 其实 读书 什么不是教别人爱 不是教别人去 学知识 去 如何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东西 什么是要拿着一支枪 其实这个也跟之前 某个纪律部队打开了一个门 然后就设置了背景 然后被小孩拿着枪 然后还要不认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这个我们真的要三思 即是三思三思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知道有什么 除此之外 当然 可以说回某个渔村 大家应该知道在哪里 最近接受了有千多个老师 接受了访问的 关于他们如何去留在这个渔村 他们访问了大约是一千 让我看看 糟了 一千一百七十八名的人 4月29日至5月5日之间 都访问他们 结果有四成的人 是想离开教育界 当然了 这是非常谅解他们的 因为那一句 你不能说那些老师 离开自己的工作崗位 你要知道 今时今日 这个教师 我将来 我想保险公司 应该不会保险他们的了 因为以前这些是低危行业 以前是地盘 或者三行 或者要做司机 这些高危 现在不是了 现在做老师 一个高危行业 如果你可以买了 这个失业保障 的话 就更加不会受 我想要加很多 load 才接受你的保险 那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 早前也有个学生 曾经去投诉 然后老师 就连教值也没有了 也说回 而渔村的某个部门 最近都收了十万个 关于这些举报 很难说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去处理 可能他有些 你知道 那个国家的IT 其实 实际上 好的事情 就不见他做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他们一定会 扭尽六人 做到最好为止 所以 我对他们是不看好的 不过这里有少许的建议 但未必能帮到所有人 例如 如果你是教一些述科 的话 以我家的小一件为例 他在这里 其实有某些科 读得不太好 于是 他就要在网上 找了一些外国人 中国人 帮他做补习 单对单的补习 当然 现在Govern Frius 真的不可以见面 唯有 就要在网上 他找了一些平台 而这个平台 也不是贵的 一对一 一个小时也是22磅 22磅 其实 成效真的不错 因为一对一 真的有什么不明白就明白 我也 顺行摸瓜 以我这么八卦的性格 上网 找一找 这些老师的价值 因为其实不怕说 我也想做这些平台 就是这个提供 但我看回这些老师 原来 原来在这里 请这些老师 说的是 11-17磅 视乎我们的经验 而定 好了 这个是什么啟示呢 就是说 如果其实 这些40%老师 如果真的想不做的话 其实 我又说一句 这个世界 其实很大的 如果你本身 是教开 这个 跟英文有关的东西 例如 你要教一些 一些术科 数学一些 你可以用英文教的话 其实 如果你过来这边 其实 都可以做回本行 当然 你可能要考上相关的牌照 我又说一句 那些牌照 没有限定 你是什么种族 是不能考的 是任何人都考的 可能你要花半年的时间 考上牌照 不会是难得那么紧要的 这个世界 不会有些事情 难得你做不到 如果你说五六十岁 叫你考上飞机师牌照 都可以吗 我告诉你 其实真的可以 不要想得那么难 但是当然 有些牌照 你考不到 你想入NASA做科学家 最顶级科学家 不行 或者你想做英国首相 真的做不到 这些真的 你从小到大训练的 对不起 但是这些老师的话 其实也不是太困难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去一些网站 我会将那些求职网站 放在这个视频的连结下 你可以自己的 这个我要鸣谢我们的网友 他给一些资料给我的 我在我们的MIV Group 我会拿回来 这里也跟大家说 如果你有兴趣 想多拿一些不同的资讯 在我们的MIV Group 下面我们有我们的连结 很多网友 很有心机地把一些资料 放在这里 说回这个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 你想想 17磅 最顶级 我当你15磅 在中间数 其实是$150 一个小时 其实英国的生活 不是花钱花得那么厉害 我也这么说 没有什么攀比 也不会很大洗肺 你其实很小的 15磅的话 如果买东西吃的话 吃到两三天 吃到两三天 我说一个人 所以一定够花的 所以天无绝人之路 我觉得作为有良知的香港老师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当然 如果你说你是教中文 那些 其实这里会不会没有呢 我想你想想 上我楼下的网上 试试打一些 keywords 因为我不可以 找那么多资料给你们 我尽量找一些 我试试找的出来 例如说你打中文 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中文 有关的工种 例如叫你教中文 其实我正正找到 11至17磅 就是一些外国人教中文的英文 他就收这个价钱 11至17磅 你可以再参考 当然其他可能会有更高 或者更低 你自己看 因为英国我没记错 是9磅多的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也不会太差的生存 另外 在覆巢之下 喜有言论 前几天看到 英国某间大学 曾经说 不可以在堂上录影 因为担心 为什么说覆巢之下 喜有言论 因为 无论是你去到哪里 其实有些 有些例 都会影响到你 其实挺荒谬 以前怎么会想到 你的国家法例 关好什么事 但现在不好意思 你只要凡是 提起那些国家 可能会深陷 牢獄之灾 而牢獄之灾的界定 就不是一条 什么线 没有什么线 是随喜好 所以 我觉得 这件事 我不是只想说这件事 而是说回我一世 他在学校 最近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远一点 话说 有一个香港学生 不怕说 和某个国家的学生 在这里 讨论了政治的事 于是 大打出手 于是校长 吩咐各个 在校内不准说政治 其实我觉得挺遗憾的 作为一间 已经成年人的学校 如果不能够说政治 其实是挺可悲的 首先 正如我之前也说过 你个人是西 我说什么 你想也想是西 如果你的人是好的 想什么也是好的 其实政治 是没有分好还是不好 其实只是讨论 政治是什么 是众人之事 就是个人都要参与 那现在你想想 在覆巢之下 所以你想想 来到这里 都没有言论 另外一件是什么呢 话说有一次 他的老师 就跟他说起 这个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件事 作为一个学术讨论 是绝对可以的 但是一说到那里 就问 那些国家来的学生 也都问我阿世 这件事 竟然他说很讨论 为什么你们全部都不知道 于是阿世就跟他说 我们没有教 而那边的那些 也都没有教 于是他们的老师说 那行 以后这些方面 都尽量会 可能在教材上 都有一些所避忌 因为他们的担心 其实我也不会怪 那个老师 或者校方向 因为 说真的 他们私校 都是赚钱的 影响学术自由 又是那句 我不可以逼人做义事 我们可以 我们自己个人 可以如何教育他们 但是你要求别人 不找饭吃 而是去做这些 我做不出 但是我自己 就不会这样做 不知道大家明白 就说什么 总而言之 其实影响都挺深远的 不只是说 漁村或者强国会发生 这些事情 不可以说有些事情 现在来到这里 英国有很多事情 别人都会避忌 不管是一个商业决定 还是一个 为了不想有人争执 打架 但是我们其实 是否要细心想一下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事情 为什么以前 不是这样说 大家可以当作一个讨论 而强国的国家 那些学生 那时候没有那么大反抗 没有那么大反应 为什么这几年才这样呢 所以这些很值得我们去探讨 我不会给一个既定答案 大家说为什么 我觉得最好就是 你们自己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他们为什么 那么一致地做 会这样说话 这样表态 其实是否有什么力量 令他们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 究竟我们在教育上 要如何制衡 或者如何去对付这些事情 所以我都要听到 我希望有些 听到我这个台话 有些家长 自己其实真的要 讀一些近代史 或者一些 有关于渔村 和那边的 那边的国家历史 和自己 当作讲故事 正如我这样 我经常开车 那十几二十分钟 有时 封了一半个小时 最好就是和他说一下 这些有关的历史 好像刚才说的 革命 约尽 约尽 什么地主 斗地主 等等 又说了 有多么残忍 又或者 什么 违城 每天 一部车 一个课题 和我说一下 你自己也都可以知道 正如我对上个视频 说 十六个香港人的优点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是缺了的 就是我们的通识 其实 如果 其实我都不是知道很多 我都是以 就是以 恶补 例如说 刚才我说大藥进大文化大明 我就看一些书 或者看一些视频 有些 youtube 很多人说这些 大家记住 看这些的话 必须要看香港 和台湾的一些 youtube 讲好了 因为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偏颇 这方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今天 试试说一下 这个 我不敢说到很深入的教育 我只不想 讲三件实例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节目的话题 或者这个节目的方向 如果是的话 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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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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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